- 壞表情 - 那我們來做一個壞表情 - 背鏡頭 - 李嘉穎在做嗎 - 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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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們...就是我們說 欸我們要收這首歌的時候 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傻眼 蛤?真的嗎? 真的要收這首歌? 這首歌的demo來的時候 聖明他也很意外為什麼會收這首歌 他認為我是不會收這首歌的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我收到demo 我們同事們聽到說 Michael一定不會選這首歌 就Michael是不活躍 我很喜歡 而且他是賭氣 這個曲是我從來沒有唱過的 然後他是比較爵士的一個旋律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旋律 那時候在做demo的時候 我想要的就是有一點爵士的感覺 不一定是很爵士 可是是慵懶的 好像有一點點爵士氣氛的歌 我覺得這個歌 好像比較少出現在光良的 歌曲類型當中過 真的是很喜歡這個旋律 就收了 然後收了這個歌 也沒有辦法想像這個歌會怎麼樣 爛天氣這首歌曲 你大概從前奏的這個 弦樂的這個音色跟表情裡頭 你大概就可以傳摩出來說 哇 這首歌其實 就是一個想要發脾氣 想要發洩一下自己 這個琴歌不是那一種 情情愛愛而已的歌 它更多是內心世界對於這件事情的 那種感受的歌 對 就是我不爽你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它更有個性一點點 我就在想說 為什麼大家都很討厭下雨 如果哪一天突然下雨 然後剛好不愛自己的那些人 跟他們的另外一半 被雨淋成落湯雞 想到就覺得很爽 就會覺得 之所以為什麼要感謝 這個爛天氣就是有一種 這種 狹怨抱負的心態 感謝這個爛天氣 天氣也爛 心情也爛 但是呢 這時候說不定 你就可以來聽這首歌 然後給你一個抒發 這首這種 見不得別人好的那種 心情 居然要交給光涼來詮釋 我就好好奇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好難想喔 所以你有為了唱這首歌 讓你的壞光涼的那一面出來嗎 我唱的後面那首歌 我有想像這件事情 我說 我希望你們遇到不測的風雲 。 好,我就繼續在這裡 。 。 我要找李勳合作 很好聽耶 全樂很滑順耶 然後很滑順 是私意形容嗎 很滑順很容易進去 很容易進去 而且那個全樂太過分了 弦樂很過分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 黑特的一首歌 但是光亮有了一個非常 有別於我心目中 那一種很負能量的詮釋 這首歌的編曲裡面 也有非常多厲害的弦樂 然後整個編曲 是李星雲老師製作 這首歌我覺得很過分 就是 我覺得星雲老師真的很厲害 他在編曲來說 嗚嗚嗚嗚嗚 然後再加那個弦樂 嗚嗚嗚嗚嗚嗚 就很好聽很好聽 那通常我們在爵士樂裡頭 常常會聽到有那種 mute trumpet 就是小喇叭的那個 錄音器加了錄音器以後 它會有一個很迷離 很神秘的氛圍 音色跑出來 然後我唱起來 我就有詛咒感了 這一種詛咒是淡淡的 你知道嗎 平均的黑特更恐怖 我覺得這次在錄音的時候 那個live的感覺 大家都一直起雞皮疙瘩 就是沿路 大家都一直覺得好high哦 就很開心 很好聽啊 那弦樂太過分了 我覺得欣雲老師 他在寫那個弦樂的那個 那個譜的時候 他很強 他的弦樂的那個走法 跟他原來那個編曲的走法 他是跟他有一點 插狀的衝突 可是又很 那一種衝突又很 很合的 但是這一首我可以玩 這一種 有一些 有一些mysterious的 然後會跟你其他的歌 不太一樣 我現在只是怕我的vocal 造假不了而已 不會 你不用擔心 OK了嗎 You are fine 後來我真的整個做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原來做音樂是可以 那麼享受的 在欣雲老師的世界裡面 都是在一個遊樂園裡面 工作那種感覺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做得快樂 我們要享受它 我以前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念那些 比較台語的髒話 我的同事都在笑 那時候滾石的同事 他說 你講髒話好好笑喔 都不兇 可是又久了久了之後 那時候我講了一個 聽起來你就覺得 哇你好髒喔這樣 對於你現在講標準了 你已經不是以前的光亮了 你現在是已經 very very bad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認識聖明 聖明很台耶 台到爆 台到爆 不要我不要講髒話很 很標準 我覺得不標準的髒話 比較好笑 然後我希望我唱這首歌 有安慰到你 然後也給你發洩到 詛咒別人那種感覺 雖然 雖然你說我詛咒別人都很溫 其實我告訴你說 你很冷靜 你很溫的去詛咒別人 這個力量更大 真的 嗨大家好我是光亮 爛天氣這首歌是Hush幫我寫的 詞曲都是他 然後是 李星雲老師幫我製作的一首歌 這首歌呢 跟我以往唱過的歌 很當然不一樣 然後整個旋律是有一點點的 恩 星雲老師說是 Aside Jazz 哇 很酸的 那個 爵士 為什麼那麼酸 因為 他很酸啊 因為這首歌是 妒忌別人 然後詛咒別人的一首歌 大家來聽聽看光亮是怎麼詛咒別人的吧 也趕快去看首歌的MV